大家看過嗎? 就是,它KN 圖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這樣子 然後非常非常精緻這樣子 所以說,就是 就是,比方說像我隨便畫一張 然後 chart series 大家可以記住,chart series 這個詞語 對,順便記一下 然後呢 那last就是 最後的幾根可以寫一下 所以我畫,就是台詞最後 400根 對,對不起 就是因為我沒有roll那個台詞的資料進來 然後 那就是 你可以看到 它的K線 就是非常的漂亮這樣子 對 有沒有,很漂亮嘛對不對 所以說呢 就是 就是說那個 所以後來呢 我就 我就開始用R邦國的Python 就是我Python會輸出一個10sb這樣 然後我就大概把它轉成那個狂馬的 xts的形式 然後就把我的策略點在上面 用點點出來 我等一下會教大家怎麼點檔去 這樣子 就是不用擔心 那個指令 我都會教大家 然後把code翻到去檔子 然後呢 然後 在這個之後呢 就是 我分析東西也都還沒有用R分析 但是後來 我後來就越來越發現 R認識一套很強大的軟體 因為當初我在分析的時候 我有想要用一些svm啊 什麼之類的 的東西去做分類 做行情分類 比如說我把行情分成 大掌小掌不掌不抵 大跌小跌不類 這樣子 然後我在每一天 假設我這邊認為是 就是小掌這樣子 然後就是大掌這樣子 然後就是之類的 然後就是 我在每一天都會標上說 他那天 20天後的類別 他20天後大掌還 20天後小跌 20天後小掌之類的 然後我就在每一天想要去用svm 就是抓他前面的背景資料 來拆他說 欸他到底是 就是 比方說用一些技術指標啊 那你當然組一組 可能有2萬多尾的指標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用svm做calsification 就跟我們第二次meeting 講calsification一樣 然後我們就用進去 然後就去拆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用開始的寫 就發現svm超難寫的 大家要寫好幾行 好幾十行這樣 才能夠把svm扣出來 然後 然後資料還要轉換來 轉換去很麻煩 然後後來用R寫 我就發現R的svm只要一行 然後後來我就 就決定跳槽了 這樣子 所以就是你們今天才會看到 就是那個有那個 quamard的demo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才會 就是 就是 就一直都比較用R 在做分析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 這是那個 就是稍微講一下 就是我跟 我用quamard的一些 一些那個 一些音源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 今天的那個demo這樣子 那 在使用quamard之前呢 我們要先 我們要先安裝quamard 這樣子 剛剛物學有介紹過 那當你安裝完之後 你就可以Libraryquamard進來 然後呢 我 我重來一次好了 因為我要那個 我要介紹一下quamard 底下有三大套件 它有一個叫TTR的套件 那TTR真的非常的強大 這樣子 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TTR 它主要有三大套件組 兩大套 應該是三大套件 一個叫TTR 一個叫STS 一個叫Room 就是 就是上億筆的 所以就是你可能一秒 就是一秒中內 就會除以幾十萬筆的 成料資料就會進來 所以它 它這個 就是 Room跟XTS的底層全 都是用C改寫過 這樣子 所以它的速度非常快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那這邊介紹TTR 是 CTR的套件呢 你看左邊就知道 有做過教育員就知道 這邊全部都是 技術分析指標 然後說ADX ATR CCI ATR跟CCI 是順勢指標 就是 DMI ADX跟CCI 是 是順勢的 然後這邊也會有 就是你看 它光一個 就是 Moving Airridge 你看它這邊就有 光Moving Airridge 就是 你就有這麼多種 Moving Airridge 你可以Call這樣子 就是看你要 用哪一種 都可以 就是隨便你用 然後 就是大家要用的KD KD其實就是 Stochastic 裡面 然後就是 MACD 然後 那還有一些就是 像剛剛講的 ROC在哪裡 欸 你會不會知道 沒有ROC 它在Change裡面 它是用來 就是 最傳統的兩種 就是 去MajorChange 股票 變動的 指標 一個是Moment 一個是ROC 這樣子 對 但是這兩種都有問題 這樣子 所以我都不是用這兩種 這樣子 對 那如果想知道它的問題的話 會後可以問我 對 然後那個 都有一些問題 對 在算帕數的時候 會有一些問題 比方說 最簡單的問題 就比方說 你覺得上漲50 它跟下跌50 它是不是一樣的事情 這樣子 對 那也許你會覺得 金額是一樣啊 一萬塊上漲50%就是 五千塊 下跌50%也是五千塊 可是 你有想過 就是 如果我們用 那個 就是函數跟反函數 動作跟反動作的 觀點來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就是 你一個股票上漲50% 再下跌50% 它不會回到原價 就是 一個股票下跌50% 再上漲50% 它也不會回到原價 這樣子 所以呢 你上漲50% 所以你下跌50% 它要漲100% 才會回到原價 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 你在做像這種 Change指標的時候啊 有一些 這類型的問題 你要考慮在裡面 對 不然就是你會 會有一些問題啊 然後 那個 再來就是 主要有兩個要特別講 一個是Change 一個是Rung Function 啊 這邊有很多Rung Function 就是 如果我們想要找那個 我舉個例子啊 比方說 像 像 像 我現在啊 那個 它有Rung Function Rung Min Rung Next 之類的 那像我現在就是 比方說 我現在 開固的圖 沒有圖 我總是把圖刪掉 那就是 我現在 假設我現在 放著Series 就是 它 它就會畫圖出來 那我現在在圖上 加 加任何技術指標 你看 就是 你幾乎在 你幾乎在這邊 看到任何技術指標 在ChromeMod裡面啊 在ChromeMod裡面啊 在ChromeMod裡面 它都會有 那個一個 Add Add函數去包 把它包起來 就是 你看它會有 add ADX add TDR add VBand add CDR 之類的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直接 就是在這上面 看到就是 它的出現 這樣子 你要把圖放大 好 那我現在要加入 講說 add CCI 它就會 幫你把 CCI 加出來 這樣子 然後呢 如果要加入 布林通道 它就會幫你把 布林通道加出來 這樣子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它那個 就是非常方便 就是說 就是 你要算那個 都很簡單 那其實 什麼是run function呢 那當然你會說 那我CCI 值又不知道 我怎麼去算它呢 那我不用擔心 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把 CWII 然後給它一個變數 它用等號 或是箭頭 都可以 就是賦予 賦予運算值 就是把右邊丟給左邊 這樣子 那我習慣用等號 那有很多人 喜歡用箭頭 我以前也喜歡用箭頭 這樣子 然後CCI 然後你就揮進去 那在這行指令之前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你如果不知道 CCI是什麼 的話你就打一下CCI 然後它的函數 所有內容都可以都出來 所以你要改寫它 也可以直接Copy Pass的改寫 然後就有一個新的函數 這樣子 然後呢 那你就看它要塞 塞什麼東西啊 然後預設是20天 這樣子 然後有些參數它就會去設好了 那就是 比較不會 就是算得不明不白 這樣子 然後呢 那 那我們現在就算出一個鏈串 叫做TWI TWI ICCI 這樣子 那它因為它算了20天 所以它前面全都是NH 這樣子 所以呢 所以你要超過20天才會看得到它 欸 就看到這邊了這樣子 對 那什麼是 是LongSung呢 LongSung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 如果我們做一個 講說LongSung 就是你可以用LongSung指令啊 就是 那它當然 你按Tab的話 它就會出現 就是它的那個 輸入值 R Studio 可以Tab自動補指令 這樣子 對 所以你在打的時候很方便 比如說LongSung 我用兩天上之類的 然後 就是 我一樣就是 LongSung完之後 我一樣看前30天 少一個吧 Long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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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30 天要往外丟 C 買 掃一個 C 買 龍 喔 打錯了 掃一個B 然後你就會看到 欸 這真的是這兩天的Loco上 這真的是這兩天的Loco上 就等於179 你就會看到它真的是Loco上 那你如果要算 就是因為有時候我們會算一些Loco上 Loco mini 比方說Loco mini 可能也很重要這樣子 那你就會算Loco mini 那有時候可能不只算兩天 當然我可能會算10天之類的 你看Loco mini 這10天的Loco mini是誰 然後就會整空畫出來 所以說 也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說你可以很快速的就是把它的那個Loco上Loco mini之類的畫出來 那當然你可以去 藉此你就可以implement一個 就是你的 你的 你的交易測試率的畫邏輯 比方說 舉個例子啊 看一下 8.06 好 應該會超過 然後呢 就是舉個例子來說 比方說那個 Charge的Sews 就是 舉例來說 比方說我今天 CL是拿Cl 同樣的 HI是拿High 然後 OP就是拿Open這樣子 然後我CL就是拿TWI這個序列裡面的Close 就是把它的Close交文拿出來這樣子 就是我現在只畫Close 對 這就是只有Close這樣子 然後呢 那我現在講到對Close做Rossom啊之類的 那 那我就 我就 它有一個I的 I的TA的指令這樣子 然後就是 我有把TWII 然後做那個 Brown Min 比方說 嗯 我要算那個 它的 比方說 30天最小字好了 那你看它畫到底下去啊 這不是我想要的 因為我想要把它兩個畫在同一張 對不對 那你就要用Arm等於1 它就會畫在第一張上面 這樣子 那你的Color可以調一下 像說2號 顏色可能會比較顯易的這樣子 對不對 嗯 那這個就是 它的Low Paul Me 這樣子 就可以很快速的 欸 標準就是 它的30天Low Paul Me 那另外也看到說 比方說 它的轉折點可能都是 好像有點在Low Paul Me 就是那個 切上去的 位置這樣子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這樣子 就是 有Cross到Low Paul Me的時候 會有一點接近轉折點 有一點點 那當然 那當然 就是 你就可以藉此去寫個 就是指標啊 想像的分析之類的 對不對 這只是介紹 Low Paul Me 其實還蠻好用的 那當然就是 這我在介紹就是說 就是 它這個 Rong Series的方式 你看這麼多個這樣子 它都 可以Rong Medium Rong Link Rong Coverage Rong Validity 就是很多人很喜歡 算Low Paul Validity 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指令 然後敲下去 看完就全部算出來 而且它底層是C10座 所以很好的這樣子 對 那個 對 就是不用等太久 然後這邊 就是介紹 Rong Function 跟SAR 就是那個 拋物線指標這樣子 對 就是 你如果 有 應該是 要這樣子 那它應該有一個矮的 S SAR 之類的指令 這樣子 好 然後它就會把它的SAR畫上去 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把它的SAR畫上去 可能這樣看就是會有點那個 有點糊掉 那我們就拿最後400天來看 我今天比較Focus 在教大家操作的軟體 你知道嗎 那之後 就是還會有之後的TALK 會講到 比較偏策略建構 對不對 對 因為你要先有那個操作 你才知道 我之後在測試鍵 給我收下的指令 就是在做什麼 然後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SAR 就是算這個 這應該 就是如果我在玩教育的話 應該還蠻常見的 那當然這些數字 也可以直接扣SAR 就拿到 我剛剛是用矮的SAR 所以是直接畫在頭上 那就是 幾乎你想得到的指令 就是 在裡面應該都 都會 有出現這樣子 這個 就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的 它的介紹 TTR套間 就是 它的 有一個 就是國際上有一個 就是很有名的會議 叫做R Finance 就是 上面有很多就是 賭徒們建造出來的 賭徒工具 這樣子 所以就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 想要知道更多的工具 請上來看他們的議程 還有歷年議程 這樣子 那就是 會有很多工具 那我今天引用的投影片 都是從上面出來的 那當然就是 也有人嫌TTR套間太慢 所以它就寫了一個 Based 和 那個 就是 那個 feasible的那個 做法這樣子 那當然它是Based on TTR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欸 TTR有這麼多 那個 那個 激素分析的 就是 你看它可以 它可以做哪些東西 這樣子 有Moving Errorge 有Arcelator 哪些是Arcelator 哪些是Tracy 哪些是Transitation 這只是一個 指標簡介啊 就是說 如果你不知道 你在用的指標 阿是用來幹嘛 你可以來查這張標 對 但是 就是如果你都有用過的話 其實就不用查 這樣子 對 這是對新手的介紹這樣子 然後呢 那個 好 那 接下來呢 就是 我們已經看到就是說 欸 就是 其實 像剛剛畫那個 Local Local的密碼 或是畫這個 就是你可以 很快速的在上面 就是 見到出 就是你的技術指標 這樣子 那接下來 我們要怎麼 就是 我們要怎麼見到我們的 就是 比方說 如果我們要回測一個策略的話 我們可能要 要怎麼去做回測呢 就是說 因為 有很多時候啊 就是 你如果是 Follow那個 這個 quant state quant state quant state的方法 換 你要去 去計算 因為我們在使用 trade station 跟multi chart 我們常常會下 類似crossover 就是兩條線 crossover的指令 就是你說 欸 這條線跟這條線 crossover 就像我剛剛 我剛剛有畫一個就是說 那個 比方說 像這個 再順便介紹一下 再順便介紹一下 這個R16 你會忘記就是你之前的R16 可以按 hist 然後 這邊就會有 之前的R16 然後你直接 to console 然後他就會畫出來 這樣子 然後 你就是 那就是這個 這個 v console 因為我要畫在第一章裡面 就是 就是 好 乾脆直接 直接用這個來實做 就是 我現在的demo 如果我們要用這個 測定的來做交易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 去計算這些 這些連規這樣子 然後 怎麼去 去計算交易結果 這樣子 OK 沒有 這我沒有準備 這是現場的 就是突然畫一個 就覺得 好像也可以拿這個demo 我是有準備一個 我準備的 對 那我們 我們就直接拿這個做好了 當然 讓我們就 就不用深深的在準備 這樣子 然後呢 那我們就先定義 這樣 有問題嗎 有問題 隨時可以打到網友的問題 這樣子 然後先定義signals 就是 就是 我們要拿的指標 有兩個 一個是 close的 那個 然後我用c-mine把它 捲起來 然後一個是 就是 我剛剛算出來的 rong-min 這兩個東西 那 那 我的signal呢 就是 因為它是兩個 xts 所以它本身也會是 xts 它一個就是 twii 一個是 rong-min 這樣子 然後呢 那 它的重點呢 當然就是說 我現在就是 那個 要計算他們的差值嘛 對不對 那如果是 所以我是拿那個 twii來計算那個 rong-signal的差值 這樣子 然後就是 那個 它的第一個 第一個欄位 然後 剪掉第二個欄位 然後 你再看一下signal 你就會看到說 它有第三個欄位 是他們的差值的 這樣子 就是兩個difference 那difference之後呢 就是你就會想說 difference 那我要怎麼計算出 它的那個 分界點呢 分界點就是 你就拿difference 取sign 對 它就變成正1跟負1 對不對 然後呢 再算difference 它就變成0跟2 這樣子 你可以想像喔 就是它就是正1負1 正1負1 然後就是 它如果突然變 變號就是傳過去 可以理解這個問題嗎 可以 好 謝謝 有一個人點頭 我就 有一個人點頭 就當作全部人都理解 欸有問題要打斷我 然後那個 然後呢 那這裡面只要有 bading的東西 就是 就是它穿越的點 就是 只要有fading 就是穿越 所以呢 你就把fading拿出來 就是它不等於0 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訊號 bine回去好了 因為這是我們 重要的訊號子 那我們就放在第四個 一樣用cbine 就把它放進來 然後呢 直接放入第四個 這樣子 好 那我們signal 裡面呢 的第四個 就是 它就是那些訊號 那我們就是 要找出fading fading的東西 fading的東西 呢 那在r上 是這樣找的 就是fading它就會叫 return true 或是false 那你如果按 quitch的話 它就會告訴你位子 這樣子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呢 fading的日期 那fading的日期 是這樣的 你要先把它變 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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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再把 之前的那個 我們之前 是不是有算這個 這個是那個 它的 哪一天的 然後它的 摟 就是 在這幾天 有那個轉折訊號 有那個 轉折這樣子 所以 就是有 cross的訊號 這樣子 所以 因為我們是拿 不等於0的啊 所以正的跟負的都拿到 這樣子 那等一下會再說 那我們就說 那個 cross state 我們就定一個 叫cross state 的東西 然後呢 轉折訊號之後呢 就是說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在圖上 把轉折標出來 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 就來畫那個 怎麼在圖上 把轉折標出來 這樣子 的指令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已經 有一張圖文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要用那個 add 來的synpost 這樣子 然後就是 那個 那我們現在是要 標在那個 交叉的地方 所以就是 這個再提到一個 i i 的 那個 應該是signal signal 的第一個 做標上 然後標上這些人心 的點位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標上去 對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它只要有交叉的地方 它就會 就會 就會 標上去 就是 它只要有出現 欸 交叉 它這邊是交叉兩次 就會標兩次 所以它只要所有交叉就會 交上去 所有交叉就會 這樣子 那當然有可能是向上交叉 或向下交叉 對 就是向上交叉 就是 所以我們就要來看 所以它到底是 你到底要向上交叉 還是向下交叉 對不對 所以就是 我們在算這個的時候呢 它就不能是 不等於0 這樣子 所以你就是拿出 比較多顆大於0的 然後呢 就是 那個 那個就要再重畫一次 就是說 這邊 ch series 然後呢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改成大於0了 所以它現在標上去就是 嗯 就是 就會 就會 你看 剛剛為什麼 剛剛為什麼 這邊會出現兩個箭頭呢 因為它出去就進來了 你知道嗎 所以它有一個小於0 有一個大於0 所以大於0的東西呢 就是它穿進去的時候 標上去這樣子 那它就不會標那個出去 出去是不然 進來是真的 這樣子 然後呢 你就可以在這些點 做進場的這樣位 這樣子 假設你收盤架進場 之類的 然後呢 你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回測 這樣子 看起來我應該時間已經超過了 對 所以呢 那個回測呢 我們還是等下次再繼續講好了 對 有點那個超過時間太多 這樣子 對 都沒有讓大家有交流的時間 好 那就是 我應該會不會還繼續下一個talker 然後繼續把這個東西加完 對 然後反正有錄影 我大概知道 回去看到我就知道我會 我會講到哪裡 然後我就下次就接著這個繼續講 這是完全Live Demo 沒有那個不合手 對 好 那很感謝大家今天的光臨 那有問題嗎 可以問我 可以問我 任何問題都可以 沒有的話那就 今天就 想要請問一下 像這些資料啊 一開始才可以拿哪些資料 還會有什麼東西呢 看你交易的商品啊 對 就是 就是 只是興趣的話 如果只是回測的話 我覺得就是 你可以拿一些 就是比較指數型的 這個資料 封匯